好那說到救出黑心油 台南的A先生也是幕後工程 當時就是因為他熱心舉報 小蜜蜂夜市廢油 進而才促使正義頂星黑心油案曝光 然而他現在就傳出來 可能拿不到檢舉獎金呢 好因為他檢舉的單位是台南市調處 但是台南市衛生局說 如果要發給A先生獎金 應該要找後來對正義開罰的高雄市府要錢 可是高雄市衛生局認為 在A先生還沒有檢舉之前 衛生局早就已經盯上正義 並非是A先生檢舉的功勞 台南跟高雄互相相這個推責任 沒有人願意發獎金 不過調查局在昨天已經發文 給衛福部還有台南高雄市府了 說A先生的檢舉影響更勝屏東老農 希望能夠從優核發獎金 鼓勵更多有正義感的A先生們